服务工作的态度 树木出现问题不修里就存在安全隐患 昨天下午5点半 一名69岁的老人在南京白夏区太平路上 走的时候突然路上掉下一根树枝 把老人砸得一脑的血 即日赶到现场时 被树枝砸中的李奶奶仍摊坐在地上 用附近店家给她找来的白布包头之血 不久120赶到 将老人送往附近医院急救 行人说 由于树枝掉落很突然 老人来不及多闪就被砸中 顺着市民手指的方向记者发现 枝繁叶茂的行道树上 步伐有断枝悬挂在树上 附近居民表示这些断枝挂在上面已经很久了 平时树下非机动车道上行人络绎不绝 他们就像一颗颗定时炸弹 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掉下来了 可能是由于周末的原因 事故现场始终没看到白夏区绿化部门人员现身 市民希望绿化部门能尽早排除险情 让大家不再担心 江苏城市频道为您报道